十岁的陶飞宇最有喜欢神话故事 暑假里他萌生了画《山海经》的想法 于是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先后画出三十六幅 画卷总长度达三点二米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 保存了夸父逐日、精卫亭海、大禹治水等不少快智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预言故事 陶飞宇六岁起开始学习画画 从小喜欢神话故事的他平时喜欢画一些奇花异兽 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 陶飞宇在绘画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暑假里他萌生了画一幅巨幅作品的想法 于是他想到了之前阅读的一本神话故事书籍《山海经》 他想通过自己的画笔把《山海经》里面的奇花异兽 以及神话故事呈现在巨幅画卷上 就是我开始在喜马拉雅上面听故事 突然就找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山海经》冒险故事 然后我就想到三年级时老师要求买的《山海经》 翻出来发现里面的那些怪兽的样子和功能 都很奇特吸引了我 所以我想画《山海经》 暑假里别的小孩都是到处玩耍 而陶飞宇则是待在家里专心画画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每天至少画一幅画 最多的时候一天画了四幅画 经过二十多天的不懈努力 陶飞宇终于在开学前 把这幅三点二米长的《山海经》作品画出来了 我觉得我画画的时候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没有产生想放弃的想法 我想继续创作中国的神话故事 作为陶飞宇学习画画的培训机构负责人 当代艺术家田泰全对学生的作品赞不绝口 称陶飞宇的绘画风格和运用的绘画语言比较独特 田泰全对陶飞宇寄予厚望 希望他在绘画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陶飞宇的作品我觉得很特别 他画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 也不用打草稿 他是脾气笔就马上刷刷刷 笔下的《山海经》的人物就出来了 那些动物啊怪兽一下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 他是一种很感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觉得陶飞宇他非常具备这样一个特质 陶飞宇表示 今后他将在绘画上努力学习 争取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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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